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现在是有安排我们到马西岭的体育中心 他们有在建 有在新建 所以到时候我们整个小贩会搬过去 在那之前我们会继续在这边营业 我是在这边长大的 也在这边成家 如果是任何的搬迁或者是改变的话 我一定会有一点的感触 就好像我从小在家长大 如果我们搬了家也是一样的情形 可是现在政府需要发展这个地方 他们也做出恰当的安排 给我们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随着进度来调整 跟适应这个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有新的顾客 有些东西我们无法控制的 可以的话 可以控制的东西就是我们把工作做好 就是争取顾客 这是一个行业 其实也是一个责任 不但对我们的工友的一个责任 对顾客也是一个责任 要做不难 做好了就不容易 我们能做多久 我们就付出多久 好 好 我可以 谢谢观看